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鸡蛋 两半蒜 五克姜 好 现在开始制作 首先将胡萝卜切成细丝 黄瓜同样切成细丝 木耳切成细丝 葱 切成细丝 放在一边备用 两半蒜 切成细丝 放入一个较大的碗中 姜切成细丝 同样放入碗中 我们来调一个值 加入30克醋 20克酱油 20克脂脂辣酱 10克糖 10克香油 这样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将鸡蛋打入碗中 做个鸡蛋皮 放入碗中 放入碗中 鸡蛋打入碗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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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锅内放入碗中 将粉条 胡萝卜 还有木耳烫一下 同样的 将蛋皮切成细丝 放在一边备用 到小时 煮到一边 要粉条 放入碗中 搅拌均匀 加入碗中 加入碗中 煮1分钟 煮1分钟 锅好后,分数盛出,放入凉水中 然后将苹果丝放入 这样稍微烫一下,水一开,即可盛出 同样放在凉水当中 最后再将木耳烫一下 好,现在将粉条放在下面 上面粉条放上 鸡蛋皮 然后再淋上我们做好的酱汁 再撒上少许的芝麻 好,这样一个健康易做的凉拌粉条就做好 希望大家喜欢,谢谢